大家好 歡迎回到馬來的廚房 這次講中文呢 是因為我的婆婆說 每次我講英文 她都聽不懂 今天在我的奶奶的廚房 教大家做她的雞湯 希望能把這個食譜 分享給講中文的朋友 以下是我們的食材 九蔥 新洋芹 香菜 洋蔥 白蘿蔔 紅蘿蔔 防蜂草 拳雞 還有我奶奶也喜歡加一點雞鎮 只要把菜洗洗不用切 步驟很簡單 把雞跟雞汁放在一個大的鍋裡 水要放到能把所有的食材蓋過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放很多的水 開大火把水煮滾 煮滾 煮滾後 把飄上面的髒東西撈出來 接著把所有的蔬菜放進去 加上鹽跟胡椒 蓋上蓋子 小火煮三個半小時 小火煮三個半小時 我們待會兒回來 我們回來了 趕快來看看 哇 全部覺得爛爛的 好香喔 現在把所有的東西拿出來 用網子過濾後 就變成乾淨的清燙了 煎好久了 趕快來喝喝看 好香喔 好喝 好喝 好 好吃喔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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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式的不太一樣 好喝 因為放了很多蔬菜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見 見 我來見 我來見 給我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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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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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 有